繼續問答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耀才精圈演教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謝先生 Harrie 你好 早安 剛剛提到有想問 快點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此不宜遲先聽監聽觀眾黎小姐的電話 黎小姐 早安 早安 6030我未有貨的 我想問什麼價位可以入貨 未有貨的 好 看看6030現在什麼價位 6030現在做了17.3模式 跌1.3% 自從勸商股年頭那時候衝高過一陣之後 也有少少回吐出現了 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看6030最近股價走勢 都有一個持續下跌的趨勢在這裏 這位嘉賓觀眾黎小姐 如果你說看股價的表現來說 我覺得可以先看16.5元作為一個目標價的買入價 現階段來說 本身 譬如說今天那個上升指數 我都見到有個跌勢在這裏 再加上就是資金的觀望態度比較濃厚 說的是兩會之後其實有少少一個政策的增空期出了來 我們都見到到下個星期開始才會有些中國的經濟數據出來 我都看16.5元作為一個買入價 以長線來說尤其是做一些不同的金融改革 對於中信證券來說 我是看好的 如果說目標價來說 可以先放一個中線的目標價 然後再上去18.5元這個位置 黎小姐聲明楚 是的 有2628和2601 你幫我選一隻 我都沒有貨 有什麼價格可以有貨呢 好 2601 問一下哈瑞意見 2601公佈了業績 反而2628明天就會公佈業績 兩隻都是處於低位的 兩隻選哪隻好呢 如果你說直駁來說 我就會覺得2628比較直駁 特別看到跌到20.7這些位置 其實如果有相關的一些投資收益的減值 又或者可能甚至有投資收益的損失 其實已經是反映在股價上 現階段 如果你說看2628來講 如果你是保守一點點 不如等出了業績之後 再進行進行買入 我都會覺得股價其實差不多的水平 譬如說20.5甚至21元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可以現價買入 我都會看上去 如果你是炒短線的 也都會看上去22.5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說看長線來講 今年那個人壽保險 在慢慢在谷計那裏回升的話 你放一個中線目標價 去23.5這些水平 其實本身那個機會都比較大一些 以譬如說2600一定是2628來講 我覺得股價跌殘的幅度 其實中國人壽本身的直駁率較為高一些 兩隻選擇2628好嗎 好 謝謝你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邱小姐 主持早晨 早晨 邱小姐 我想請問股票 這個財險今天跌了很多 買不買得過呢 好 第二個板塊 這個8.57和3.6 你給我選哪一隻 還有誰買入呢 不如先回答你的財險2328 現在跌至4% 最重要是10.38元 股價跌下來總有原因 請問Hurry 現在再買的話值不值得過呢 我看到財險本身的業績出來之後 其實我覺得業績做得不太差 但股價表現來講 的確跟業績表現有些相反的情況 所以我就會覺得不妨這位邱小姐 其實也等一會 我都覺得本身的股價技術走勢來講 好像是突破了環行距離間 但它的突破方向向下落 看10.2的位置作為一個 如果手都穩的話 可以在10.2買入 以本身財險的 如果你看整個業績本身的 可能大家擔心的情況 會不會賠負衝衝率那方面有些下降 或是他們本身的成本方面 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方面可能在業績上 會有一個問題 但如果大體上看大數 又或者是不同的保費收入來講 仍然都是 如果看上年產險的市場來講 的確做得好過受險方面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10.2這個位置作為一個買入價 看上去大概是 如果短線的話 就先以11元作為一個目標價 對,好嗎? 12元就是目標 對,好嗎? 另外就是857和386選一隻 對,沒錯 好,那857現在做的是10.06 跌了0.7% 306方面 中石化現在跌了0.9% 做的是8.91 兩隻怎樣選擇? 如果你說中石油、中石化 甚至選中海油也好 我都會選中石化 特別是看到 如果中石化是買它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它開始宣佈了 收購了它們集團海外的上油資產 第二就是本身的成品油價格機制 都會醞釀著 究竟什麼時候會有改革在這裏 這方面其實對於中石化來講 未來無論連油虧損收窄 又或者未來的盈利前景 其實是看好一點的 我都會覺得 優小姐如果選油股來講 我會看386作為首選 看股價表現來講 今天也是去到8.89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後低在橫行區間 大概在8.6這些位置的比較低處的時候 作為一個買入價 以本身的股價表現來講 我會放久一點 可能是一個中線的目標霸 看上去9.2些位置 好嗎 小姐 三隻選一隻中石化好嗎 好 知道 麻煩兩位 謝謝電話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位提小姐 你好 老長 早 那隻人寶一隻按到 電話不知道苦不苦 你多少錢買的 4.3 4.3買的 是嗎 好 現在4.1毫9 今天再跌2.5%下來 在面上 家庭觀眾的 齊小姐不是很多 3-4%左右 但是可能心理有些壓力 看到內地股市又跌了 那些受險股 今天也一起跌了下來 沽不沽貨呢 例如這個沽貨來說 我不是太建議 但如果看中國人壽 甚至一眾的受險股來說 我都會覺得最近股價有跌勢 但再大跌的空間不是太多 因為我的看法來說 在於他們本身 如果跟A股敏感度比較高的受險股來說 其實A股的大跌的程序 不會太大 對比起中國人寶來說 其實今天他們同系的財險都跌得很急 我會覺得不妨等多一會 也在醞釀技術的反彈 以本身人寶本身的整個純利增長幅度 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本身的純利增長幅度 反而是順於市場預期的表現 之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跌到四個一號九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放中線來說 我會看上去四個半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是不需要太過驚慌 或者是進行一個止蝕 好嗎?韋齊小姐 好啊好啊 謝謝你 謝謝你 也有很多人問 就是一些受險板塊 一起看看股價最新表現 中人壽方面 現在最新跌1.9% 接近20.65元 跌4毫子 另外平安方面 跌1.16% 接近59.55元 跌7毫子 另外人保跌2.5% 接近4.19元 跌1毫子 財險方面 跌得最多 跌4.25% 接近10.36元 跌4毫子 中國泰平方面 跌0.75元 續13.3元 跌1毫子 另外 中國泰保方面 跌1.16元 續25.6元 跌3毫子 另外 新華保險方面 跌2.17% 續27.1元 跌6毫子 內地股市 亦是越跌越多 上席指數 現在最新跌1.7% 續2287點 跌39點 另外 滑深300指數 也跌1.9% 2563點 跌49點 另外 深圳城市跌1.36% 續9189點 跌124點 越跌越多 可能投資者 有些心理壓力 上席方面成家有317億 另外深城方面 成家有286億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Harry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我們看看港股最新表現 恆新指數 最新跌136點 22114點 而國企指數 最新跌119點 10858點 一閃一閃 轉回來那次 就是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馬行開